哈囉大家好,我是ファーセイサッチャー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的是 日本人可能會在意的 不太喜歡的中文這樣子 那我要先澄清講一下 就是我覺得我是超級熱愛中文的人 我真的是用生命在學中文 就是平常可能台灣人的用字啊 就是講話的方式嘛 可能那個文法本來就這樣 然後我是覺得翻譯成日文的感覺的話 聽起來會覺得比較凶之類的 然後會有點在意 那今天呢我邀請一位來賓跟我一起來聊聊 就是Sanai-san 謝謝你 謝謝你 那先請Sanai-san講 好 我比較覺得 聽到有點不舒服的是 不然呢 可以理解 我覺得啊 不然呢可能平常聽得很習慣了 我現在也已經就是麻痹了 但是確實我有時候 對那個台灣的男朋友 吵架的時候 快樂家會說不然呢 對對對 我的印象都是生氣的時候會用 對我也是生氣的時候才會講 對 可以聽到這個有一點嗯的感覺 對對對 可是很多台灣人日常生活中就會很無意的說不然呢 可是 但是完全沒有 但是 確實這個 日本聽到會受傷 對 所以要看怎麼講 看情況 對對對 我想到的是 你不會點點點喔 的這種句子 對 因為這個我覺得 放一層這種就是說 こんなこともできないの みたいな 就是 你這種 這邊事情都放不到嗎 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不會點點點喔 假設說 可能我在很暗的地方用電腦啊 就說 你不會燈太亮一點喔 這種 就是這種 就是會覺得 聽起來會覺得很兇這樣子 對 那還有嗎 還有 嗯 有一點不喜歡的是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個 很有壓力耶 絕對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有拖動我的點耶 就是 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理解就是 如果是以日本人 就是 日式思考 日本人的角度 我是很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我站在台灣人的角度 我又可以理解說 就是 台灣人可能只是想要做解釋 就是覺得這個又沒什麼 這種感覺 又可以理解 所以我覺得還蠻中間 蠻剛好的 蠻剛好的 蠻剛好的那個 對對對 因為你很討論日文的話 這樣就知道嗎 真的嗎 你很可怕 真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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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為什麼一般人的日文 聽起來就超兇 我覺得 大家千萬不要 學這個日文喔 不要說 沒錯 對對對 你不懂我的意思嗎 我覺得 如果是 面對面 語氣上是柔和的 就是 你懂我的意思嗎 這種我覺得 可以追寶 但是如果是文字 確實看起來會比較兇 對啊 我以前上個的時候 老師這樣講過 懂我的意思嗎 對 很可怕 我平常自己在教課的時候 我也都絕對不會這樣子 對學生說 因為 可能我自己也會覺得 有點兇 我也不會這樣子說 對 但是可能 台灣人還是 蠻多人會這樣子講 然後 只要那個人沒有 那個意 我也就不會在意 但是 我真的這個很有趣耶 好 那 那我再舉一個 就是我比較在意的是 命令語氣的感覺 你給我點點點歐 的那個 中文 對對對 可是給我什麼什麼 很多那個大陸人會說 真的嗎 你給我看一下這個 你給我什麼什麼 啊 但是那個給我好像是不太一樣 就是 你給我看一下是 那 那個是 OK正常的 那 那 我剛剛講的是 有點類似像是 你給我快點來喔 みたい 你給我快點來喔 みたい 有點可怕 對 我覺得 中文的這個 語句啊 就是 等於 等同日本的那個 命令 巨星的感覺 我也不喜歡 你給我快點吃喔 我快點吃喔 みたい 還有 嗯 我不太喜歡的是 因為 那個 很多台灣人呢 有一個詞會 陷略 喔 陷略喔 或者是會 韓念 這樣 比如說那個 就這樣 喔 這個不行嗎 欸 沒有很討厭 但是我 因為有時候聽不懂 所以 對 聽不習慣 原來原來就這樣 那好像年輕人會常說的 對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會用耶 真的假的 會 聽得懂的話可以 可是有時候 真的 沒有聽過的東西 啊 確實 這個對外國來說 可能有點困擾的部分 對 那Sanai-san還有嗎 還有 最後一個是那個 台灣的流行語 啊 流行語 其實有在網路上看得到 而且 有時候我的年輕朋友 也會用 然後 看到那個 因為 完全不知道 什麼意思 所以我不太學了 真的 這個很可以理解 因為 剛好我前幾個禮拜 有跟Tiffani拍了一支影片 就是說 日本人聽不懂這些流行中文 讓人很多問號的 對 可以理解耶 對 因為真的 不知道在講什麼 對 可是我覺得可以學 對 是蠻有趣的 對對對 有趣有趣 而且 好像就是 如果是外國人講出來 好像 就很有笑點的感覺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跟Sanai-san 有在她的頻道 合作的影片 也可以去看看囉 好 那記得要訂閱頻道喔 那我們下禮拜 不是下禮拜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好 拜拜 拜拜